同学好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所谓的运镜 摄影机的运镜 怎么运镜呢 我们拿学长他们做游戏 往实际战斗做例子 在这游戏里头我们发现 它好像会做个旋转 它会转一个某某角度 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模仿它 做这种运镜 它从后面转到前面去这种运镜 第一步 我们先开Cold Plus 新增一个专案 我们为了赶时间 我们就不设咒语了 右上角比较好 不过我们就设这个赶时间 先设个这个就好 Go 开启它 然后选择OK 然后呢新增目录 假设我们就选桌面上 开个资料夹 用我们学号 02160011的学号开起来 确定当资料夹 我们今天叫做CAMERA 简称GLU Look at 的专案 Look at是看着哪里 看着哪里 GLU就是介于OpenGL 具有跟GLU T中间等级的东西 通常摄影机透视投影 垂直投影 都在这里有设定 选OK 目录呢 这个是没有东西的 我们要选个目录啦 我们在桌面上有 桌面在叫CMAL 斜线USER 斜线桌面 然后斜线 Free GLU T 这样就可以了 选OK 开起来 我们专案呢 一开始画一大堆这种奇怪的行动 我们看脸也就腻了 然后在执行之前要小心 有个小秘密 就在我们桌面 刚刚那个GLU T 资料夹里头 在Free GLU T Free GLU T 资料夹里头 要找Lab档案里头 把这个档案 复制成这个档案 要记得做电视 把它复制成它 这个讲很多次了 如果你成功设定好 你就可以执行你的专案 你可以看到很多 转动的红色的东西 我们今天 我们要从后面的茶壶 跑到前面的茶壶 所以这程式码 一律清空 清空之前呢 我们就做什么事情呢 把它全部三框框 我留什么下来呢 我留打光的下来好了 我赶时间 这是打光的 This is打光的程式码 要复制起来 我开个小话家 进日本 把打光贴下去 这是打光 还有什么打光呢 打光的地方还有 就是Enable Lighting 这个也是打光 这都是打光 那这次打光 写的比我们多很多 我等一下会解释 到底它差在哪里 反正就是有打光就对了 好 把它关掉 全部三框框 开始进行程式码 写作 Include 带写GL GLUT.H 准备好 Main 韩式 INT ARGC CHAR 新号ARGV 上下括号 GLUT INIT 做初始化 AND ARGC ARGV 准备好 GLUT QA的四窗 QA的四窗 叫做3D四窗 没什么吸取嘛 今天我们要吸取的是 这四窗 我们希望大一点 特别一点 不一样一点 怎么设呢 在这里老设 GLUT INIT Window Size 四窗大小 我设的比较不一样 我设大一点 800都要600 我设很大的四窗 我把程度码放大一点 我设800跟600的四窗 所以呢 最后呢 如果有个 最后是man回圈卡住它嘛 然后如果写个显示韩式的话 GLUT Display 韩式 有个Display准备好的话 我就会开个800x600的大四窗 然后开机写Display韩式 Display韩式 Void Display 里头做什么事情呢 GLUT Solid T-Bud 十星的茶壶 大小设0.5好了 GLFlush 把四窗冲出来 理论上 如果这个四窗 如果没有把透视投影 没有把viewport设好 出来结果一塌糊涂 我们先看一下结果会怎么样 会拉成扁平的四窗 OOARG CARG V 小个G 小问题 再执行一下 拉扁了 这四窗扁掉了 为什么扁掉呢 因为它没有把我们的viewport设定好 什么是viewport呢 我们的四窗要开哪里到哪里 要设定一下 viewport要设定 透视投影垂投影要设定 这都没有设怎么行呢 所以我们开始设三种设定 第一种设定 我们要先设viewport 怎么设viewport呢 在这里头我们就设一下 那个GL pushmatrix做矩阵配份 然后在GL popmatrix 有些比较讲究的人 他其实写法是另外一种写法 他会这边写的 GL load ID TNTITY 单位矩阵 不过呢 我觉得同学们对矩阵没什么好感 你会booch pop就好了 L load ID 我们就先不用它 没关系 他是轻控为单位矩阵 就投影矩阵的矩阵 或是显示矩阵的矩阵 矩阵大家不熟嘛 所以当作没看到 我们用这个写法 有个插壶 我们要设viewport 怎么设viewport呢 我们看一下部落格 我们已经写好了 SY坐标 长跟宽 怎么讲呢 就是viewport有SY坐标 长跟宽 我们已经决定了 我们要把800 600设它 可是问题来了 你要在哪里设viewport 其实我也记得不是很熟 记不熟怎么办 我这边先乱设 GL viewport 原括号里头 有SY坐标 00的坐标 800 x 600的viewport 那么我在显示的时候 我的viewport就800 600 这里写法其实是不好的 比较好的写法 其实是在这里头 有一个叫GLUT reshape 韩式 然后里头写个reshape 韩式 来做要做的事情 不过呢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 加到那么深 等一下才秀 成事码简单 反正有个viewport就对了 还有什么要设的 有 比如说我们要设定 我们的头 透视 我们要设定我们的那个 透视投影或成绩投影的 长宽比重 所以我们现在重设一次 通常设法比较奇怪 GL叫做 matrix mode 改矩阵 改什么矩阵呢 GL 叫做 model view 不是model view 叫position矩阵 proje ctr position矩阵 看不懂没关系 这叫切换矩阵 反正以后剪贴就对了 然后我们呼加一个GL osogono 垂直投影 ortho osogono 有什么参数呢 左边 右边 下面 上面 前面 后面 你说老师啊 用不这么复杂 你说 就设嘛 假设我们设左边 左边设多少 左边设成 比如说 四窗的左边设成 负八 负四百 左边 正四百 左边 下面是负三百 上面是三百 前面后面 就设成 比如说 负一百 正一百 或者是我们给他设大一点 负一千 正一千都要显示出来 然后再切换 matrix mode matrix mode 再切换成GL model view 有人说 老师 我看不懂 我不去发自内心跟你讲 我也看不懂 这个简单讲就是 我要设定矩阵 先把投影矩阵设好 再切换成正常矩阵 不然系统会坏掉 矩阵 左边右边 上面下面 边界设这么大 试询结果 就是差点悲剧的 为什么呢 你看得到财屋吗 看不到 它太小了 完全看不到 那怎么办 把财屋放大一点 设成 三百的财屋 你说老师 什么是三百财屋 有那么大的财屋吗 我们试试看 有 正常大小 三百财屋 就这么大 你说老师 我想要其他大小财屋 可以 以前只有零点三零点五 今天你要什么 有什么 反正你全部做设定 比如说我们现在设的是 一百的财屋 有一个一百的财屋 有一百的财屋 标准大小 就是一百 要多少 有多少 就是它 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步 我们可以设出一个 大的视窗 在这里头 我们可以设出 合乎比例的 以前不合乎比例 视窗 没有写这几行的视窗的话 画出来一塌糊涂 现在我们可以有比例了 有比例之后呢 视窗就算一百 也可以做事情 好 那我们开始要截图 讲重点 讲什么重点 重点一 我们这个有固定大小的 没问题 重点一二二 放在这再缩小一下 重点二 应该没错吧 好 这重点一 我们换一下图 有什么图呢 开始画图 我们讲一下 红色 黄色比较重要 在这头 它变大了 本来是0.30.5 现在是100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我现在视窗比较大 有设个这么大的视窗 这个视窗这么大 然后呢 下面理论上 我们应该要用这个函式 可是这函式我们先不用 所以我们先用这个 等一下我会把这个程式码呢 贴到这里去 更厉害 那这里才要设定 就切换矩阵 切换 切换 调 然后切换 切换 切换过去就好了 所以左右上下 切换就成功了 这是我们现在要截的图 那 那我就把它 截一张图 那我们就结束 谢谢